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一阵子啊 现在终于呢对外公布了 那这一份政策的重要性呢 其实就是如何奠定马来西亚在东盟汽车领域的发展 那马来西亚在汽车领域的发展 坦白说呢 现在啊已经是落后泰国了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呢 政府都把焦点呢集中在Proton也就是宝藤 那在其他的汽车领域的一些关注起步 其实都慢了一点 虽然说不怕慢只怕战啦 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科技这方面呢 这个发展呢是一日千里的 现在如果你还不加速追赶的话 那马来西亚这个发展中国家 可能真的就一直处在发展中的这个阶段了 那我们说回这个第三国产车 那其实呢早在西蒙呢 直中不久之后呢 马哈迪就透露了这个想法 无论如何 马哈迪呢今天也有说 第三国产车的原型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目前呢暂时不会向公众展示 那现在呢正在针对这个原型呢 进行测试 要确保这个汽车呢 是能够对环境有良好的一些感应 那以便呢能够协助驾驶者减少犯罪 是的那敦马表示 在2020国家汽车工业政策下呢 将会实施马来西亚汽车项目 意思就是说它会继续的发展 两个国产车跟一个国产摩托 那根据新马来西亚这个汽车项目的理议 将着重在研究和开发 并结合最新的技术 以国产车在国内跟全球市场上面 具有竞争力 同时新技术的专业劳动力 特别是在汽车工程领域里面 将会得到这样的发展 那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其实我国的国产车 当然就是Proton 宝藤 那第二国产车呢 就是Broadua 还有摩托品牌Modernas 那刚刚讲到就是减少让驾驶者犯罪 其实是错的是犯错啦 OK 我们回来看一下 2020年的国家汽车工业政策呢 它其实是2014年国家汽车政策的一个修改版 那它里面呢 是包含了三个新的元素 我们一起来了解 第一谈的就是新以代汽车 那这其实呢 是被归类为符合能源节能汽车EEV 通过智能出行应用程序呢 去增强了部分的一个自动化 那必须要特别强调 这个节能汽车呢 其实是接下来的一个大趋势啊 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那第二就是移动服务 这个其实是一种概念 将各种类型的服务和运输模式呢 集中到一个比较高效的移动服务当中 那第三也是现在全球都在关注的工业革命4.0 串联呢 人工智能AI 大数据分析 物联网等等 实现刚刚提到的那两个元素 也就是新一代汽车 还有呢 就是移动服务 那我个人认为说呢 如果真的要发展汽车领域的话 那这一些方向呢 都是正确的 因为它也符合了一些国际汽车的领域啊 还有现在我们整个大市场的趋势 是的 那究竟马来西亚我们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多玛表示啊 是2030年汽车行业的GDP 贡献达1042亿令吉 实现总产量的147万辆汽车 那多玛表示 新马来西亚汽车项目呢 有望通过上游跟下游产业的支持 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 那创造出相关材料的需求 那这包括了高级钢料 塑料 橡胶等产品 所以这一个呢 也会带动这些子行业的进一步增长 其实在马来西亚过去几十年呢 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说 到底应该把这一些资源的集中 投放在发展国产车 或者是马来西亚的公共交通 其实敦马呢 早前的时候呢 也对媒体说过了 他就认为啊 铁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交系统 或者是公共交通 所带来的经济的刺激 其实是不如汽车 因为在汽车领域呢 是消费者在花钱 那在公交领域呢 就是政府在拨款 就是政府在花钱啦 所以他认为说 应该要集中在汽车领域 当然我们说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呢 这样的论述有他的道理 但是站在政府的角色 跟义务来看 公交难道就会 被放在第二位吗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呢 马来西亚不能够发展汽车领域 或者是生产国产车 事实上呢 马来西亚呢 拥有一个被规范为重工业 还有高密集技术的汽车工业 这个真的是一个成就来的 因为汽车工业呢 为马来西亚的人民啊 提供了好几十万的这个工作机会 那也为国民生产总值的 贡献了大约4% 但是我们可能比较没有留意的就是 这一些成就呢 其实是建立在大幅度提高 进口车的关税 政府的注资 还有汽车产业政策的一个保护 所以回来聊一下这个第三国产车 如果真的要发展的话 那所谓的保护政策 是否应该被废除呢 而我个人认为说啊 其实是真的应该要让 所谓真正的市场 成为国内汽车市场的需求 还有供应的一个调节器 是那下一段呢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新冠肺炎撤侨的一个情况 请持续留守CD Plus 欢迎你持续留守CD Plus 你好我是舒明 哈喽我是佩玲 是那这一段主编点新闻呢 要为大家带来的最新消息 当然就是关于新冠肺炎啦 那副首相汪阿兹莎就表示 将会展开第二次的撤侨行动 从武汉带回来 75名大马人伴侣跟小孩 那他是在今天 在主持有关这个2019年 新冠肺炎高级别理事会 特别会议之后呢 对记者发布这个新的一个消息的 我们首先呢 先来回顾一下 马来西亚第一次的撤侨行动 那是在2月4号进行的 也就是在这个月的月初嘛 那当时候呢 共有107名的大马公民 还有家属 以及26名的机主人员 随行的官员 还有大使馆的人员呢 是回到了马来西亚 那撤侨行动的过程呢 是一切顺利的 尽管啦 当中呢 还是没有办法避免 有两个人呢 是确诊的 可是当局 在那个时候的一些安排啊 或者是一些部署跟把关 是受到了国内外相关单位的 高度的肯定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一批呢 回到马来西亚的大马公民 他们的第三次的检测报告呢 也在2月18号 也就是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呢 就出炉了 那全员呢 都是显示阴性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 也获准呢 离开隔离中心 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 或者是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那这一个好消息 当然也是为接下来第二次的撤侨行动 打下了很好的一记强心尊 是 那王阿兹沙就表示 第二次的撤侨行动呢 是定于下周二 就是2月25号 由外交部与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呢 通过亚航的飞机进行的 那情况就跟第一次的撤侨行动一样啊 到时候呢 飞机将会停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然后再之后呢 会被送往高等教育领导学院 进行14天的隔离的 那今天的会议里面也决定 除了已经抵达大马的超过14天的学生 所有的中国籍学生 都必须进行健康检查 高教局旗下的教育组呢 也会按照 卫生部跟教育部所同意的 标准作业程序去进行 对这些学生进行一些健康检查 那我国也会收紧对中国返马的大马人 或者是外国人 检测的程序 除了热扫的热扫苗的机器的检测之外呢 也会收集它的唾液 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检测 那基于呢 马来西亚现在拥有了 蛮多名的这个确诊病患的 治愈的经验嘛 就是这些确诊病患呢 是好了起来 最后是痊愈的 那卫生部长呢 祖基菲里 他日前呢 在受到记者寻击的时候 就说 我国啊 是否会像一些可能没有抗疫专业 还有器材的国家 现意提供协助的时候 他就说 确实马来西亚现在呢 是具备了相关的资格 那如果说周边的国家 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那我国是同意提供这个支援的 那我想呢 这是应该的 新冠肺炎的疫情呢 爆发到了现在 其实扩散的速度呢 跟范围比较严重的呢 就是社区的感染 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在这方面相互支援的话呢 其实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最有效 最能够呢 去抵抗这个疫情继续扩散的方法之一 不过当然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 那我们还是要继续加长把关 尤其是我们看到 像是跟我们最靠近的邻国新加坡 现在呢 也是进入到橙色警戒的阶段 那望阿兹沙也有说 柔佛新山 还有新加坡边境的关卡 现在呢 也会收紧这个检测 那卫生部呢 也将会在2月25号的时候呢 跟这个新加坡政府呢 举行双边联合工作委员会 讨论对出入境的检测 还有一些控制的方式 是那值得庆幸的 也是我们觉得这一次 我们大马政府真的做得很棒 因为我国至今呢 已经是第六天哦 没有新增的一个确诊病例 那目前呢 我国累积确诊病例呢 是维持在22例的 其中已经有17人是治愈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就是医院里面 只剩下五个人 是在等待着一个好的消息 好的康复的一个阶段 没错 当然我们要祝他们 就是早日康复 那关于新冠肺炎的 这个抗疫行动 在这里呢 必须要特别给予啊 政府的及时反应 还有积极行动 一个大大的赞啊 OK 就好像是这几天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在日本的社交媒体啊 马来西亚是出了名的 因为日本呢 有数万名的网友呢 就纷纷表示说 尽管日本有好多的领域 像是教育啊 科技啊 都比马来西亚先进 但是在抵抗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还有人性化的安排方面呢 马来西亚是做得比日本好很多 那事实上呢 除了卫生部每天召开列长的报告会之外呢 人力资源部也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呢 就对雇主出示了好几项的指南 包括雇主必须要支付雇员的检测费用 那被令隔离的这些员工呢 也必须要获得全额的薪资等等 那当然最后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 内阁现在是不是在商讨说 要禁止中国人入境呢 那也是国家灾害管理机构主席的 旺阿兹萨就说 他们呢 讨论的结果就是 觉得还是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目前是不会对中国人 实施入境的禁令的 是那下一段呢 也会跟我们今天的主 就是下班 有话题有关联 就是关系到刮了冷月的森林 原保留区要被撤除一案 请你持续的留守 CD Plus 让我们接下来再讨论这个话题吧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你持续留守 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舒明 我是佩玲 是的那接下来的这一则 也是今天最后一则 我们要讨论的课题呢 就是雪州森林局呢 在2月5号的时候 就在报章刊登通知 建议取消 刮拉冷月北部森林保留区的 永久森林保留区地位 以让鹿呢 混合发展计划 并要求能够 立一项观者呢 在30天内发表这一个看法 那另外呢 雪兰儿周大臣阿米鲁丁呢 就表示说 乌鲁雪兰儿及沙白安南 共高达1092公顷的土地呢 会被颁布为新的森林保留区 作为取代 而有关地段呢 也是属于泥碳沼泽的部分 在一开始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呢 我就对所谓的永久森林保留区的 永久这两个字呢 好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那这个消息呢 尽管是在月初的时候 就在媒体公布 但是呢 却是在这几天才开始真正的发酵 那尽管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你看 刚刚我们的大臣 一边就说 取消了这一块的森林保留区 但是另一边呢 却又说将会将另外一块的土地 颁布为新的森林保留区 那难免呢 就会令人联想到说 这是一种交换吗 那传统媒体跟网络媒体呢 其实也陆续的跟进了这则新闻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透视大马的报道就有指出 刮拉冷月的原住民呢 其实有透露了 雪州政府呢 将会从刮拉冷月 北部的森林保留区呢 挪出930公顷的地段呢 要在用作发展的用途 当地的原住民村长呢 拉曼他就透露 德曼原住民呢 其实是握有1927年白纸黑字呢 定下的一个协议 那上述的这个土地呢 是归他们所拥有的 他就说呢 这份由当时候的雪州苏丹呢 阿都沙漠发出的协议 就说明 17900公顷的地段呢 是涵盖了刮拉冷月 以及丹蓉12区 那根据原住民发展局 这一些土地段呢 确实是归刮拉冷月的原住民所有的 是所以呢拉曼呢 就是原本这一片土地上面的主人啊 就气愤的说 他们从未被告知呢 有关的发展计划 而且这样子一个突然的消息呢 将会导致400名的村民呢 是再次失去家园的 那他也表示 这一片森林保留地区呢 不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就是1095公顷以内 所以如果说要挪出930公顷 就是说大概就是整片的一个土地了 那有介于此呢 拉曼呢 就指刮拉冷月的原住民即将反抗到底 他们得到了15个刮拉冷月 包括了马梅里族原住民村落的一个支持的 不过呢 阿米鲁丁后来呢 也是有召开记者会了 他就有说 取消这一个刮拉冷月北部森林保留区的做法 他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避免发生灵活的事件啊 他在沙阿南召开记者会说呢 930公顷的森林地段 已经失去了永久森林保留区的一个特质 因为当中高达40%的森林 因为经常发生灵活而枯竭了 所以他说这是枯竭的森林 没有树木生态系统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他说政府现在呢 尝试改变当地 以便更符合周遭的环境 那取消永久森林保护区的地位 是为了避免发生灵活 他说尤其前方呢 就是雪洲发展机构的商业资金的计划 那旁边呢 就是另外一个企业的计划 是那环保分子呢 当然也有意见啦 他们警告刮拉冷月北部森林保留区呢 是因为呢 它是一个泥炭沼泽跟低瓜的一个森林 对生物的多样化的保留跟气候控制 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而且这一项建议呢 更是违反了2035年雪洲架构蓝图中 保留32%森林 作为森林保留区的一个政策 不过呢 阿米鲁丁就认为啊 我现在提出他只是一项建议而已 他还不是最后的一个决定 所以在决定之前呢 会以公众的利益作为一个考量 所以欢迎所有的专家跟非政府组织呢 是发表他的看法的 这是一个很官方的说法 但是也是一个政府应该要做的一个义务 所以作为人民的我们呢 不管你支持还是反对 你一定要积极的去发表你的看法 那这几天呢 其实在网络上发酵的原因呢 是因为有很多人一起去签名联署 反对呢 雪洲政府的这个做法 当然这其实也是一个老问题了 该怎么样在发展计划的同时 也能够照顾到呢 我们的自然生态的一个保育跟保护呢 所以我们看到雪洲 其实目前确实只剩下32%的森林地 而刚刚提到的这个森林保留地呢 是刮拉冷月县仅存的最后一座的森林保留地 也是该区的律废 所以在这个部分 保留比较重要 还是发展比较重要呢 那下一段呢 也就是下班有话题的 其实我们会持续的聊这个话题 如果所有的听众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 那今天我们的主编点新闻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参与今天的讨论 没错 那继续留守在City Plus 下个星期一 我们同样时间继续有主编点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